感谢他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帅气的演讲 让我们再次用我们的掌声来感谢这位为我们带来精彩致辞的孙王大师 让我们继续连续他的热情进行下一个环节 在上个月10月9日在韩国每日经济特别播放节目的时候 我们播出来都没十年之内就达到了一万年的销售目标 实现大众精品战略的这么一个主题 做了这样一个访谈的节目 因为爱多美是将顾客的成功当成第一位经营目标 来进行企业经营的一个战略 让我们来看一下爱多美这个成功秘诀到底是什么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有请视频 在泉州的湾山区 以前不久前在这里的耶稣医院要做一个儿童康复中心 但是却遇到了困难 因为建立这个医院是要靠政府的财政支援 但是却出现了很大的财政缺口 当时我们要盖这个儿童康复中心 但是我们总的预算是72亿左右 韩币左右 我们打算用这一笔钱来先盖一栋建筑物 然后再准备一定的治疗的费用 但是我们却发现还缺少给那些儿童提供的服务设施 包括游乐设施 包括一些必要的教育设施之类的 我们还需要进行这样一笔最佳的投资 如果没有这些的话 那就真的成了一种怎么说呢 康复难民性的那种存在 让人觉得非常的可怜 然后呢 我们的朴会长为了让我们这个进入医 我们院来治疗的这些孩子 能有个更好更舒适的环境 能有个更舒服的休息的环境 得到更好的治疗 然后他决定来帮助我们 补下剩下的那个财政缺口 为了让残疾儿童的父母心里能够更加得到安慰 然后我们对他进行了 我们爱豆美在过去的这么多年以来 一直秉行了与众不同的企业经营战略 只用了十年就达到了销售客一亿的巨大成绩 2009年 在成立于韩国 之后又扩展到了美国 日本 中国 达到全世界14个国家 在去年2019年 达到了出口1亿的指标 得到了出口保塔奖 在去年 在宫州建立了爱豆美本部大楼 一共有14000平方米 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公司空间 文化氛围是那种世界性的文化氛围 作为直销企业 在那里可以感受非常良好的世界性的流通企业的气氛 我们是采用的自由做席制 我们主要在二楼那边办公 我觉得为了实现全球企业的那种文化 我觉得这种柔性的气氛化非常的必要 无论是这种会议室 还有各种概念空间 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非常必要的存在 我们爱豆美总部大楼曾经获得了韩国建筑家协会 还有美国的建筑大奖 在这里我们用自由做席制 公司员工之间进行了彼此畅通无阻的交流 平安吉领导的爱豆美见证了爱豆美在全球市场上的成功 以前他曾经用韩国原子能研究所所开发的蜂蜜饮产品 用它来打开市场 不但在韩国现在已经在海外市场得到了广泛的好评 今年市场增长达到30%左右 预计明年将会将翻一番 我们决定为市场提供非常好的产品 但是用非常低廉的价格 这就是我们的所谓的绝对的品质 绝对的价格这种市场战略 我们以此为主题来进军海外市场 发现那些海外的消费者用了一袖就爱上了我们的产品 然后就会反复的购买使用 然后他们从一个单纯的消费者变成了爱豆美的经营者 所以我们认为这都归功于我们爱豆美产品的品质 与低廉的价格 让企业成长的最大的功力就是产品的优良的品质 以前这位蜂蜜饮的开发背景是为了提高改善那些处在癌症治疗阶段的患者的免疫力 而开发出来的 他们采用了多种天然中小药成分 在2006年在食品药物局那边得到了一号健康保健食品的认证 今年的五月份也在政府那边获得了绿色产品技术的认证 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在韩国原子能力研究院那边从事这个研究 当时我们在这个医院它是属于韩国原子能研究所下面一个附属的机构 当时我发现有好多人在接受治癌癌症的放射线治疗 经过这种治疗之后他们的免疫力 身体的免疫力就大幅的下降 他们经历力受到损伤 他的身体康复速度也随之缓慢 我就想怎样为这些处在癌症之中正在康复症患者 给他们提供帮助 让他们免疫力尽快地恢复健康呢 生产这种开发产品之后 然后委托爱豆美进行了市场流通 2009年销售量达到了90亿 到了去年2009年销售量达到了1万亿 尤其是在那个新冠肺炎疫情以来 广大市民对于这种提高免疫力的产品 保健产品的兴趣大为增加 同时不单在国内海外市场 也保持了相当大幅度的增长 我们要保持着那种不断革新的 这种技术的精神 不是说是完全新的东西 而是说这种复合性的复方中草药成分 我们用一种创造性的精神 把它变成产品开发出来 虽然这是来自于我们东洋中草药的这种技术 但是却对于补充帮助西洋药所达到不了的领域 很有帮助 而且现在的西方人对于天然中草药的成分 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蜂敏作为一个免疫机能保健食品 取得了巨大的市场成功 拥有着高超的产品技术内涵 而且KHOT这种产品 它是专门负责化妆品生产开发的企业 负责生产护肤产品 他们认为化妆品不单是保护皮肤 而且还要更要使皮肤更刚刚好的吸收 能够护理皮肤 这种技术得到了今年 得到了特化产品传达的 IR52蒋英时最高的科技奖项 我们的皮肤是由多样的细胞来构成的 我们这种每个细胞都有自己的机能和构造 我们针对细胞的机能和构造 开发出了比较有效的 这种含泰的成分的这种成分的化妆品 而且这种独创性的产品 不但在我们国内获得了专利的许可 而且将拉布达斯坦外国13个国家 同样去登录专利的许可 在进入流通企业之后 每年都保持了1000亿以上的销售规模 销售量远达全世界134个国家与地区 获得了巨大的销售的业绩 与消费者的口碑 因为我们保持的化妆品巨大的实用性 有效性 只用了4年销售量就达到了1万亿 这是因为这个企业秉持着 绝对品质 绝对价格的战略 用低点的价格为大众提供优质的产品 最终收获了大户的肯定 这就是我们这个爱多米企业所保持的 绝对的企业价值 还有一个例决就是 爱多米与我们的供货商 本着一种同伴成长的文化来携手共进 每当他们遇到了资金或者人力方面的困难的时候 我们都会吃出援手 与他们携手共进 共同成长 我们秉持着一个产品 一家公司的战略 每当他们为我们供货时 总是我们举行计时现金结算的政策 使生产企业不至于遭受资金上的短缺 尤其是在保证产品质量非常高的 牙刷的生产企业 他们曾经在一开始的时候遇到很大的困难 但是我们与他举行合作之后 他们开阔了很大的市场 他们之前只作为一个技术企业 却打不开市场 就这样我们爱多美与生产企业举行一种同伴成长的文化 一起来共同前进 成立十年之后 我们爱多美公司向社会共同募捐会捐献了100亿的慈善基金 流通企业 作为一家中间企业 捐出了史上最大的一笔的慈善捐资额100亿 当时作为中间企业 大家都没 捐出了这笔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捐资额 将这笔慈善基金 朴汉警会长将决定将这笔基金用在 单亲妈妈单身家庭的上面 希望为这个社会带来一种美丽的变化 像那些未婚妈妈或者是单亲家庭 我们的嫖长对此具有很大的关注 尤其是对那些未婚妈妈 为了帮助他们 我们这种社会公共集资 我们决定用30亿的援助额 对他们提供帮助 这是在我国第一个我们举办的复合社区中心 我们正在设计 打算建立这家中心 我们这家那个复合社区中心呢 打算对那些单亲妈妈提供一种一条龙服务 从一开始的帮助他们自立生活到他们就业位置 我们打算做这么一个 打造这么一套系统 2016年开始 我们爱德美就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手术费用 现在我们还对西洛亚眼科提供了很多的医疗财等方面的资源 而且我们在柬埔寨为他们提供那个供水设施 饮食服务等等众多的慈善 爱德美就是这样一个实践着与别人分享 帮助别人他人精神的企业 这是一企业的一种哲学经营战略 符合时代的潮流 在这个 在这个零接触的新冠肺炎时代 爱德美决定实行 网上接触的这种战略 零引时代的潮流 符合 适应这个时代的变化 我们爱德美处在这种危机变化之中 开始了自身的转变 现在是一个零接触的时代 我们超越这个零接触时代 进入一种网络接触的全新时代 因为这个时代转变来得太突然 一开始 我们也曾苦苦思寻 怎样才能更好的华丽转身呢 我们也曾经为之苦苦而思索 但是现在 我们已经实现了华丽的转身 像不单是这种研修会成功学院 包括 我们利用 现实混合扩展现实技术 这种技术 不单应用在像成功学院这种大型研修会场上 而且将来也可应用到各位 日常的爱德美经营中去 十年以来 短短的时间取得这么辉煌的成绩 这就是爱德美 提供这优价廉的产品 打开市场 走向世界 我们 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力量 对社会做财政 做那个慈善捐助 像我们对爱德国时 我们捐献了一百亿的慈善基金 为那些单身 单亲妈妈 提供帮助 因为有关于那方面 在法律方面属于一个死角的地带 对他们的援助实在不太多 包括这次也是我们在全州的耶稣医院 我们向他们捐助了27亿的慈善基金 这些我们所捐助的这些领域 都是在国家的财政职业方面 处在一个死角地带的这种地方 所以我们才为他们提供帮助的 不断持续前进发展的这些企业 走向了全世界 同时心怀整个社会 不断地对社会 做出自己的贡献慈善 我们不断满足于 现在所取得的成果 我们不断地向着 协方追求不断地新的目标 我们致力于打造 大众都可以用得起的大众精品 提供一种大众精品的战略 我们觉得危机之中始终蕴藏着转机 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 我们之前曾经有 对于我们将来要往哪个方向走 做过预测 我们觉得未来 是一种网络接触时代 网络接触时代 人们凭借网络就可以超越 时间与空间的界限 在网络上泄后相聚 所以我们的这种爱多美商务 自从新冠肺炎之后 在外市上反而取得了 35%以上的增长的效果 所以说我们觉得这种疫情不单让我们的市场走下不落 反而使我们的业绩更加上涨了 所以说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总要适时的做出转变 我们要提前预测未来 然后针对这种转变来做出自己的改变 风浪来得越大 我们不应该被风浪所打倒 反而应该乘风破浪 更上一层楼 我们的企业为我们的内部的顾客 为我们所有爱多美的家人 消费者 我们希望用我们的量让他们变得幸福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爱多美企业的使命 也就是我们爱多美企业所存在的理由 直到现在 让顾客实现幸福 这就是我们爱多美企业的目标 以消费者为中心 进行经营 与消费者彼此分享慈善与爱 这就是爱多美的企业精神 与地域社会与他人 共同分享 共同前进的企业文化 好 绝对 未经许cis